另外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到 这是瓦格纳集团的高层 乘坐的私人飞机神秘坠毁了 机上包括他们的集团首脑普利格金 另外还有很多的高层全部都丧生了 中共官媒新华社环球杂志前副总编辑 刘红的微信公众号牛潭琴就说了 这个神秘的坠机背后有九种可能性 包括了乌克兰按下杀手 还有俄罗斯的军方痛下杀手 另外还包含了金铲脱壳之际等等 但是针对这个部分 俄罗斯总统普丁他首度表达了哀悼之意 而且还说普利格金的确犯过错误 但是取得了成果 但是整起事件其实疑点蛮多的 包含十个人罹难 但是只有找到八具的遗体 专家示警了死亡的可能只是普利格金的替身 俄罗斯官方证实在特维尔州坠毁的一架 私人飞机机上包含俄国佣兵组织 罗格纳集团领袖普利格金 在内一共十人全数罹难 其中罗格纳另一创办人乌特金 同时也是普利格金的左右手 以及其他五名高层也在其中 罗格纳高层几乎遭团灭 有民众得知消息 戴着鲜花蜡烛出现在圣彼得保的 罗格纳总部 同时挂上布条制意 尽管官方宣布十人罹难 但奇怪的是现场只有八具遗体 专家警告 飞机上的罹难者 很有可能只是普利格金的替身 显示整起坠机事件疑点重重 画面显示飞机如自由落体一般不断往下掉 落地之后出现浓浓黑烟 根据CNN引述前飞安会官员说法 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 飞机不可能这样子掉下来 更有一说是飞机遭防空部队击落 还有人认为整体事件 与普利格金六月发动叛乱 反抗俄罗斯总统普丁大有关系 具有新华社背景的知名大陆微博正后 牛坛琴也对此事提出背后的几种可能性 牛坛琴点出不知普丁可能是主谋 乌克兰也可能痛下毒手 又由于瓦格纳叛乱失败之后 许多拥兵转往白俄罗斯 引发波兰立陶宛的不满 生怕瓦格纳另辟战场 牛坎琴甚至点出 也不能排除美国有杀人动机 而飞机故障还是机舱里 瓦格纳内部发生冲突都有可能 一切只能近代调查 让真相水落石出 记得林涵做报道 印度的外交部次长卡瓦特拉表示 总理莫迪在南非执行的 金砖国家峰会的场边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他在会中强调印方对于中印实际 控制线边境问题的关切 另外北半球这个夏天遭受热浪的袭击 各地的野火真的是烧不停 加拿大的森林大火当中 竟然还出现了火旋风 不断的旋转 场面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吓人 另外是在土耳其也是饱受野火肆虐 当地还出动了30架的飞机灌救 依旧是没有办法控制火事 窗外全是橘红色火焰 土耳其野火狂烧 消防车冒险冲入火海救援 将村庄居民紧急疏散 牛和羊动物也都被带到安全区域 当地最近刮大风 使得火是蔓延迅速 当局已出动30架飞机灌救 人无法完全控制 新闻直播中更拍到 一颗遭烧毁的树隐身倒下 直接压毁一辆白色小客车 全球各地野火狂烧 加拿大被失省的森林大火持续狂烧 甚至出现罕见恐怖的火旋风 拔地而起 连接天地不断旋转 场面触目惊心 热浪洗法国南部城市刚热和里昂 高温飙迫42度 居民难以忍受 当局担心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白朗峰 因高温溶雪 土石可能崩落 建议登山客等天气没这么热 再去爬山 热浪灾情不断 美国35度高温下 一岁女娃搭娃娃车去托域中心时 仅被62岁司机忘在车内 隔了5个小时才被发现 女娃体温已飙迫42.8度 紧急送医后人选告不治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